为迅速阻断疫情传播 我是启动了全面核酸检测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截至6月20号60 已累计采样229.7万人 今天我就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做一介绍 一是分批开展核酸检测 对六类应检进检人群 按照风险等级 细化轻重缓急 鉴刺开展核酸检测 突出三个重点 即重点人群 重点区域 重点领域 优先检测新发地等涉疫市场 及周边社区高风险人员 并陆续对餐饮商超 急冒市场从业人员 36个中高风险 街道乡镇居民 快递外卖行业从业人员 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